上回讲到,制工几个,刚刚吃完饭准备找数了,忽然间,看到有个乡下人,一身穿得破破烂烂,拉着一条狗,在酒楼门口,卖狗呀卖狗呀,好肥的狗呀,哪位卖? 那位酒楼的老板呢,就叫他拉狗过来看看,制工几步了就走过去,喂喂喂,卖狗这个人,你只狗这么英,怎么拿来卖了他呀,师傅,你不知道,我一家三口人,我妈病了,没钱买药,家里卖的东西都卖清光了,就剩下一条狗, 我想买回一条钱,求各位就当师姐给我给我卖了他呀,那个老板呢,就是想押价嘛,刚刚想开口而已,制工就说,一条钱呀,不行不行 我说,买狗个人是老实人来的,轻到制工这么说,就说,太贵了,那九百钱呀,不行,九百钱呀,那八百钱呀,师傅,不行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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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狗个人就更加急了,那我七百钱都卖了,七百钱呀, 哎呀,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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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看东西的人,个个人就更加急了,哎呀,这个和尚也是的,人家家中有难,又不是你买狗,老板也没出车,为什么你这么卖力,一名打架才行呢? 我卖狗个人呢,我卖狗个人呢,仍然要求求,师傅,那你说你说,你说值多少钱呀? 啊,我代老板来还个价,那个老板也见到制工,一美方自己压价,一调钱已经减到七百钱,是想着再压一两百钱,减就认真有好处了,那老板一美压狗,好啊,好啊,好啊, 制工就对卖狗个人说,喂喂,我还个价,你就别生气,师傅,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生气,这样呀,功功道道,一两银呀,卖狗个开价才一吊钱? 啊,我都想不到制工还价十倍,还不够一两银呀,卖狗个人就不信了,师傅,不要拿我来说笑了,我等钱用。 那个酒楼的老板呢,整个恶业,喂喂喂喂,和尚,是你买狗还是我买呀? 当然是你买呀,我代你港价而已,那老板就当堂反面了,喂,没人没见你帮我港价? 好,你说一下,你自己给钱,你自己买了,我不要,要,你一定要的,你看一看,再多几两银你都要的, 只见那个制工,摊了手帆,摊在老板面前,你看一下,老板一看制工的手帆, 立即摆了手帆,好好好,拿两银出来,买了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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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外看东西那帮人就二伦纷纷, 呵呵,和尚是先的,老板是傻的,一两银买一只狗,买一只牛仔回来都可以了。 连陈亮雷明几个也莫名其妙,制工就翻到桌子就吩咐, 陈亮雷明,你两个就立即起程赶去曲州府, 猜头到头,你两个就回去客棧等我,我有事,要住下才走, 好,好了,这一餐我找到,请你们四个吃, 陈亮和雷明就知道制工的手帆是没有银, 人两的嘛,这餐敢吃饭,起码都十两八两银, 两个就担要找数,制工碌大双银, 啊,啊,做什么,做什么, 叫你们走就走,还不走是吧, 我念你走,让你走就不懂得收脚, 雷明一气,啊,不,不,不,师傅,我怕你,我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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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人一起找到你,剩下制工一个在这里, 他又喝了两杯酒, 第一,然后,啊,普及啊,买安,买单了, 儿子,那是什么家的, од 班呀,买安坐这一里, 买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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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安. 这一天,买安买安。 São 买安,买安,买安,买安。 大 estar,买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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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t ein pam,买安,买安,买安。 买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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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安。 买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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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安。 刚刚有个远的警察在里面吃饭,一看到他就跑来上挨制工,制工就没理他,脱一手执着老板的心脑。 好,好,这场官司我和你们在衙门找大老爷来审计得明白,整班吃饭的客人和那些伙计都不抵得井,和长打人要跟人打官司,拥着老板叫老板向衙门告和长。 好了,制工和那个酒楼老板就来到衙门,袁太野升堂一看,原来是制工和老板爭闸,制工刚刚帮忙办完建案,现在又回回头,袁太野又有点奇怪,就问,上路究竟什么事又要上公堂论你呢? 大人啊,我和你捉了个十恶不舍做尽双天害理之事的人给你处置啊,我要为死者真冤为人间全正气。 接下来,然后制工探开手掌,推到袁太野面前,袁太野一看,上面写着,沉吞酒楼奸杀少女最大恶技。 袁太野一看就心中明白,就问,老板,现在有人告你,侵吞酒楼奸杀少女,你要从实招来。 老板,老板,老板,小人是个老实买卖人,人人都知道,我怎么会做出这些事情呢? 你这个狼心狗废之人还不肯招认啊?我问你,为什么刚才你一两银买一只狗回来?人家开价一兆钱,为什么你给十倍价钱呢?你说,你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问你,孔小联, 你说,那个老板一听到,面试都变了,继工又说,老爷,他再不招工,你用大型事口,我看他变得,远太一就下令夹棍事口,两边牙翼就来逮捕老板,这回老板就惊了,就只好一五一十公认出来, 原来这个老板叫董传,他本来呢,跟个好朋友孔四交情深厚,两个就结拜为兄弟的,两个就夹肯开了这间酒楼,孔四就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后来呢,孔四就一个儿子,临死就交代董传, 你我是一场兄弟,兄弟仪手足,我死之后呢,这间酒楼就拜托你来照管啊, 我家孔四就一边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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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兄弟安心养病,万一真的有什么长短, 你放心啊,我一定会照料啊,我一定会照料啊,嫂子和侄儿侄女的, 无奈,孔四就真是一命乌夫了,那个董传呢,一手扮你丧事, 那么孔四的老婆,一个女人家哪里会做生意的, 整间酒楼就由董传一手经营, 见这个董传,带着个无耻小人,她将酒楼的收入袋, 每个月呢,就随便拿些多银两去给孔家来都维持生计, 孔四呢,有个女儿,叫孔小莲,刚刚十六岁,小姑娘,生得十分美貌, 那个董传乃是个酒色之土,见到孔四死了,嫁中孤儿寡妇,容易欺负, 她不但占了人家的酒楼,还想将结拜兄弟的女儿都占了, 有个人,董传就拿银两去孔家, 刚刚孔夫人就带了个儿子出了街, 只剩下的女儿在家里,那个董传受姓法国,要强奸孔姑娘, 孔小莲就叛死不从,就出来后院, 董传就死命摔着来,孔小莲一急,就跳下井,自杀死了。 董传就装作武士一样,即刻灌回店。 那晚,孔夫人回到家里,不见了个女儿,就找人去告诉董传, 不知董传就装模作样,趁着带人到处去找, 直到第三天,在孔家后院的井上捞到孔小莲的尸体, 那孔夫人就以为那女儿肯定是打水淋花,不小心掉下井, 就死了。 那这件人命案就此了结了, 董传就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甚案离达? 世上的事,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刚才,帝公要这个董传,出一两银来买一只狗, 那他肯定不肯, 后来看到帝公手掌心上写着, 侵吞酒楼奸杀少女罪大恶极, 吓得云吓都没了。 哎呀,这件事没人知的, 怎样这个和尚会知道呢? 作賊心虚,他就怕得罪濟公, 故此呢,濟公均呼他出一两银买一只狗, 他也要犯, 而濟公还不肯放过他, 这意义就拉他上公堂打官司, 濟公一心要为往死的孔小联申冤, 这件神不知鬼不觉的冤枉事, 就被濟公揭穿了。 那远冠一听完董传的工长, 就吩咐将董传所入耕仓, 庭后处置。 那濟公了结了这件案, 远冠十分感激, 刘濟公在这里住了两天, 那分两头, 现在又说了陈亮雷鸣, 两个呢, 就离开濟公之后, 顺着大路一直向曲州府那边去, 走到日落西天, 看见前面有个市场很大的, 有客棧饭店各种店铺都齐全, 两个人就找了一间客棧住, 吃完饭后, 两个人休息一会就上床睡觉, 今天走了一日路, 前两天又蹲了两天监仓, 两个人就确实很累的了, 入脱了衣服, 躲上床睡着了, 日日一早, 雷鸣就醒了, 咦? 为什么我的褲子不见了? 他就大声喊陈亮, 喂喂, 兄弟, 你是不是穿错褲, 拿了我的褲去呢? 陈亮那时候还没睡醒, 就梦梦送送, 打了个哭了, 喂, 你干什么呀? 你发开口梦呀, 谁拿你的褲呢? 那站住,站住, 我的褲子不见了, 哎呀, 你先尝尝一下, 整天你都是睁大眼泪尿的, 你, 你的褲子, 哎呀, 吊在街边也没人收拾了, 我真衣服都没人偷, 谁要你的褲子呢? 是的, 我真的不见了你的褲子, 陈亮就摘下, 摘下雙眼起身, 喂喂喂, 我褲子呢? 明明没有了邓道格, 你为什么不见了? 哎呀, 两个人一起, 就跳起来, 去找股, 奇了奇了, 什么都在了, 我件衣服, 包袱, 银两都没少, 单单, 不见了一条褲, 死了死了, 不见了别人, 都好说, 没有一条褲, 怎么出街见人呢? 想叫老板来追究, 又说不出口, 两个带着一类类, 不见了一条褲子, 笑得人家带牙, 没办法, 两个人躲上厂, 大声喊, 火机, 火机, 火机就进来问, 客官有什么吩咐? 火机, 你帮我忙, 和我们去对面买两条褲, 买两条大条, 真正的, 价钱不论, 你们想买褲, 对了对了, 刚才前面有位客人, 拿两条褲叫我去买, 他说最少要买十两银一条, 少一闻前他都不买, 我还以为他发疯, 一条褲怎么买得十两银, 现在你们两位急要买褲, 我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看你对不对, 好, 过了一阵间, 那个火机真的拿着两条褲进来, 陈亮雷鸣一看, 哎呀, 分明是我们的褲, 两个就不约而同, 一起跳起来, 那个火机就见他两个, 只是抓着一条底褲, 琴琴琴, 每人抢了一条褲来穿, 那个火机就莫名其妙, 客官, 他要十两银一条, 那你们是不是买的, 如果不买, 随便我还给他, 如果要买, 就要交银两, 买买买买, 我们买, 你带我们两个去见那个人, 当面交银两给他, 雷鸣一吐气, 你偷了我的褲, 我还给你银两, 我打穿你的头, 火机就带着他们两个去, 东边那间房, 都没有来走到门口, 就听见里面有人在吵, 啊, 这个火机真是, 叫他买两条褲, 这么久都不回来, 啊, 难道买褲那两个无乃, 不肯给银两? 雷鸣听见就更加火滚, 几步脚就走上前, 一推就推开到门撞进去, 以见里面有个大汉, 瞧起张脚, 摊在太枝以道, 一身短打三虎, 杨子山十分瀟灑, 各自口面, 粗眉大眼, 白白正正, 满面笑容, 雷鸣一见都, 哈哈, 加一张笑来, 哈哈, 啊, 原来是你, 你的瘟神, 你说几年不见面, 啊, 搞得这么霉, 啊, 好透不透, 连那条褲都抠上去, 啊, 哈哈哈哈, 三个人, 哈哈, 大小, 原来呢, 这个大汉, 姓柳明瑞, 柳瑞一身好本性, 特别是那首轻功, 嘿, 真是身轻自然, 故知人人叫他做, 搭雪无痕柳瑞, 即是说, 他在雪地上走走, 连脚印都没留下那么厉害, 这个柳瑞呢, 虽然生个思思文文一本正经的样子, 但是他是最喜欢广笑中的狠化人的, 他也是在玉山院, 凤凰岭, 杨明家参加过群英会, 三十六人结拜为兄弟的, 他昨晚才来到客棧住, 刚刚就碰到陈亮雷明两个, 他有心狠化他们, 就把两个人的褲子抠了, 又叫伙计拿去卖给他们, 现在三个人狗切重逢, 十分高兴, 陈亮就问柳瑞为什么会来这里, 柳瑞就说, 因为杨明大哥这么久没有回家, 杨白没有十分挂念, 故事叫我出来找杨大哥回去, 那又不用找了, 他前几天回家就快到家了, 跟着陈亮又说起, 说云龙为悲作恶, 独飙杀兄弟的事, 那柳瑞呢, 听完就咬牙切切, 他这么忘恩负义的人也有, 杨大哥派陆林帖开秦英会来盛传他, 还教他飞飙, 他居然这么狠心, 欣张仇报要下独手杀杨大哥, 你还这样的人, 我如果见到他, 我一刀杀了他, 三个人聊了一段时间, 一起出街找一间酒楼吃饭, 柳瑞就说, 喂喂喂, 这么久没有见面, 不如一起住两三天, 大家欢聚一番, 陈亮又想着, 这里来谷州府很勤, 继工又没有限期赶到, 和尚当然到处逛, 到处去打抱不平, 在这住两天也无所谓, 陈亮就答应了, 今天三个人吃完饭, 一起去游一下风景, 走到郊外, 不然见到路边有人想上吊, 人一边在树丫绑绑绑, 一边就暗暗沉沉在说, 桑天啊桑天, 这回真是桑天, 没有眼神不得令, 赶到我绝了, 陈亮三个就飞快走, 都迈向挨绑, 喂喂喂, 朋友, 欠大事都不得自尘短见了, 坐下来, 将你的事告诉我们, 或者我们能够帮你的手呢? 这个人就将原由一一说出来, 这个人叫做闫文画, 自幼都是学画画的, 只因连连地方又自逢乱世, 另方麻乱, 无法维生, 只好带着老婆吵枝, 和个女儿瑞姐, 一家三口, 就来到北新庄居住, 每天就出去帮人画画, 那位闫文画画, 很浅, 故事也有人光顺, 也勉强维持量饭, 有人, 他去了附近吴家堡的地方, 吴家堡的庄主就叫吴坤, 见到闫文画画画得那么漂亮, 便问他会画什么画, 哦,山水人物花为悲琴我都会画, 吴坤又问他会不会画中葵俗鬼 会 我也画过很多的了 吴坤就叫他画一张来看看 诶 果然画得唯超唯妙十分全神 吴坤就问要多少银两一张 老爷 要一吊钱一张 吴坤就给了一吊钱他 然后又吩咐个闫文说 你今晚回家和我再画几张山水画 明天我派人来拿 闫文说就满心欢喜了 这回找到个好主顾了 回到家就漏夜画了几张 谁知道将来不见人来拿 闫文说就打算 他又没有落正银的 算我白画是吧 过了两天了 忽然间那吴坤 骑着马 带着几个薄丛来到了 原来呢 吴坤去曲州府 已经路过这儿 顺便来拿画了 唉 真是好衰不衰 被他撞到静啊 叶文说那女儿碎者 静着帮父亲磨蜜 那吴坤一进都来 哇 眼都静了 这六姑娘这么漂亮呢 一闻就知道是严文华的女儿 她的即刻起了不良之心 她大赞严文华的山水画画得好 还和严文华商量 不如我们两家合 我开一间画画铺吧 我出银两做铺位 装修 你画画 每幅画我们三七分 然后呢 严文华就肯定是搬起了 有间铺位 生意一定好得多的嘛 价钱也可以收回高一点的 那给三成他自己有着数 所以当时就应成了 那真的开了一间画画铺 叫做股方国 前边是画画铺 后边是住家 开仗了两个月 生意十分好 严文华心中十分感激那个吴坤 昨天呢 吴坤忽然带着一对随从 来到画画铺 他说有事要入城 姚中一个用铁锁锁住的盒 就放在画画铺里 叫严文华小心保存 还说这个是首饰盒来的 在里面有金额两对 金耳环四只 还有几十两黄金 因为画路上大约不方便 一会儿就回来拿 吴坤是东家来的嘛 东家吩咐 就知道严文华怎么说不肯 又见到这个是铁盒来的 又有一把大锁锁码 严文华呢 严文华呢 又恳心惊 把这个包饰盒头放在床头上 还用棍苔的盖子握得到实 嚴文華還膽戰心驚,半步也不敢走開。 誰知道,直到埃曼,那個吳君還沒有回來拿, 弄得嚴文華都整晚沒有份看得住。 直到天亮,吳君就帶了一幫人來拿回首飾盒, 趕開一把鎖,咦?裏面凶狂狂,什麼都沒有? 那個嚴文華光堂黑的雲拓都沒有了,吳君也要破口大馬。 這件事怎麼收場呢? 請令下回分界了。